5月26日上午,江西省辅州市检察院,临川区政府大楼和药监局大楼接连发生了三起汽车爆炸事件 警方称共造成了二人死亡,六人受伤,嫌犯钱明奇也当场死亡 钱明奇生前在微博中表示,因非法拆迁造成他巨额损失 向有关部门上访申诉了十年没有结果,逼迫他走不愿走的路 辅州市公安局的通报称,26日上午9点18分,辅州市检察院内停车场发生一起汽车爆炸案 9点29分,临川区行政中心西楼一楼发生爆炸案 9点45分,临川区药监局大楼旁边发生汽车爆炸案 有现场目击者说,第一次爆炸发生在辅州市检察院内,炸毁了三辆汽车,爆炸威力巨大 周边房子的玻璃也都被震碎 第二次爆炸发生在临川区政府大楼地下车库门口 爆炸威力更加巨大,汽车零部件都被炸到一百多米以外 政府大楼二三层窗户框架被炸落 第三次爆炸威力不如第二次巨大 辅州市居民何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福州市公安局称爆炸案共造成两人死亡,三人重伤,三人轻伤,死者集中一人当场死亡,另一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而当天网友在微博中披露,有更多的人死亡,死者中有保安 现场保安强行删除围观者的拍照 当局严密封锁消息,手机被屏蔽 当天下午,福州小学全面停课 何先生说 新华社报道说 警方已确定,嫌犯钱明奇是临川区无业居民,现年52岁,已在爆炸中死亡 此前新华社说,爆炸原因是当地一农民对正在审理中的一起案件不满所为 但新华网后来删除了这篇报道 前明奇生前在微博中申诉 江西福州市临川区区长,原纪委书记习东森 在2002年5月,借修建京福高速公路之名 擅自苛扣征地差迁款约1000多万元 给他造成损失200多万元 十年来多次向有关部门及领导反应,至今没有结果 前明奇在事发前几天所写的微博中写道 腐败根源是法官,百姓何时能判到日出 今天百姓受到的压迫 明天就是侵权腐败者的末日 最后我会用实际行动讨回公平正义 湖北维权人士姚立法说 去年9月,福州市宜黄县因强制拆迁 引发忠如勤一家三人自焚抗疫,政府人员强夺死者尸体 去年7月,湖南长沙的税务局办公楼发生一起爆炸案 嫌犯刘坠衡遥控引爆炸药包,造成4人死亡,19人受伤 今年5月,甘肃一家农村信用社遭燃烧弹袭击,造成数十人受伤 福州政府大楼连环爆炸事件,引起国内网民热烈议论 有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投票 96%的投票者都认为,嫌犯钱明奇是个好人 不少网民质问,是什么把他逼上了这条绝路 许多网民说,人民决定不再自焚了 这个世界太疯狂,把农民都逼成爆破专家 那蘑菇云是老百姓的怨气 共产党欺压百姓 百姓怒了 不是在沉默中爆发,就是在沉默中死亡 新唐人记者唐青梅、李元翰、肖宇采访报道